面对复杂的中国房地产以及相关股票 是否存在一个相对简单明了的角度 发现它的确定性 理解甚至预测政府政策和相关市场反应 在相关股票里是否存在长期赚钱机会 以及未来如何交易 今天我们就采用境外机构投资者 投资中国房地产长期采用的基础逻辑 依次说明白非黑即白 即使您不同意也会坚定您目前的信心 今天除了说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基础逻辑以外 还会提出房地产市场触底的两个条件 供参考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网上禁调 说明看清相关开发商的资产状况并不难 作为交易基础 最后提出盈利机会和交易方法 在中国市场做生意 主要的交易对手是政府 特别是地方政府 所以理解政府的运作体系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 是理解相关政策和市场反应的核心 市场好的时候如此 市场不好的时候也如此 这是过去我从最受市场追捧的分析师那里学到的核心 并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推演和说明 这些基础逻辑是不可能写在公开研究报告里的 却总是能够对市场做出清晰的预测 我们所需要做的 只是更完整的理解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而已 我们就来快速梳理一下这个基础逻辑 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建立的初衷 是为了给地方政府增加一项税收来源 这个模式如此有效 以至于过去十几年 它已经成为几乎每个地方政府非常依赖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任何机构个人或政府都需要收入 而对某项收入的严重依赖 会使得其行为方式固化 那就是维持和扩大这项收入来源 否则它就不能正常运转 除非整个体系发生改变 而关于整个体系发生改变就是我们一会儿要说的 房地产市场触底的两个条件 现在先把现有体系的主要特点梳理一下 与房地产直接相关的地方政府行为方式包含三个核心机制 第一个是经济学思维 由于麦迪收入对地方财政如此重要 几乎每个地方政府在考虑房地产的时候 都努力扩大收入降低责任和成本 这个机制决定了几乎所有的房地产相关政策和市场现象 举例来说究竟是什么确定了多数地产项目的地块面积 容积率和住宅样式 那就是地方政府可以小批次大金额快速的出售土地 小批次意味着出售一大块土地 要比出售十个状况复杂的小地块简单的多 这样每年几次土地拍卖 几个大项目就能满足财政收入的需要 更高的容积率意味着较高的土地成本 可以分摊到数量更多的住宅单位上 降低每单位的销售金额可以提高销售速度 这样第二年可以继续出售土地 交期项目强制开发商配套建设商场 是为了降低缺少公共技术设施 对项目销售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理解房地产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 结合目前的市场状况 当房地产带给地方政府的责任和成本 大于政绩和收入的时候 地方政府倾向于避开这个话题 特别是当班子换届以后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核心行为机制 在房地产问题上不同城市的地方政府之间 以及上一届地方政府与下一届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 那就是让自己的土地收入最大化 当房地产市场上行的时候 上级政府也就是省级政府或中央政府对待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采取俱乐部与球队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乐观气成适当调整 当房地产市场下行的时候 由于省级政府和中央政府在地方房地产上并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 而且存在财政预算权限的问题 所以不大可能直接介入地方房地产市场 这一点我们稍后会说 先来理解一下 由地方政府竞争和俱乐部式的管理关系 所决定的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根本认知 那就是只要房子卖得出去 这里的房子包括二手房 在这种情况下 新房的供应量是无限的 直到房子卖不出去为止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供应速度会不断加快 这是由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刚性需求所决定的 由于时间关系这里不能展开说明 不过通过回顾过去十年的销售数据 可以确认这一任职 这种供应无限而供应速度不断加快的格局 要想持续 必须依靠类金融炒作的推动 所谓类金融炒作 也就是通过赚钱效应驱动 换一句话说 推动房地产上涨的资金来自于房地产内部 也就是通过前期投资房地产获得的资金 或者是账面利润所驱动的 在这种市场格局下 单纯依靠所谓的刚需 也就是按照人口住房需求所带来的资金 推动市场长期快速上涨是不可能的 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根本动力 来自于自我加杠杆 这对于中国房地产未来走向有两点含义 第一 央行降低贷款首付 针对的是没有加杠杆 或者没有能力购房的刚需用户 用他们有限的资金替换炒房客 降杠杆退潮的资金是远远不够的 第二 炒房资金可以自我加杠杆 即使首付比例超过30% 但只要购买多套房重复抵押贷款 就可以使自由资金比例降到10%甚至以下 其实可以远低于央行已经调低的首付比例 这种模式对于炒房资金和开发商来说都是一样的 当房地产下行 传导机制可以迅速波及每套房子的单价 炒房资金需要迅速降杠杆大量抛售 开发商同样抛售或者停工 房地产下行压力巨大 中国房地产这种上涨初顶下跌的方向是不可避免的 原因在于刚才说的地方政府的行为机制 地方政府不断扩大卖地收入有两个办法 一是不断提高每平米售价 我们知道除了在某些城市某些地段以外 这个价格的提高都是有限度的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扩大每套房屋的面积 提升每套房屋的金额 我们知道在这方面用户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度的 最终的结果是每套房屋面积增长的速度 超过了总体售价的增长速度 也就是每平米价格会见顶下降 这种单价的见顶下降会发生在每个城市 因为大家的市场结构和行为方式都是一样的 可见在这种行为模式和市场框架下 目前中国房地产面临的困难是必然发生的 这种行为机制也决定了中央政府所谓救市的有效性 市场曾经把国家队下场买房 等同于日本央行购买国债压低市场收益率 或者美联储量化宽松 这种类比是不正确的 如果真的要类比 由于涉及到财政管理体系 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国家队下场到各地买房 应该等同于美国财政部购买各州及市政的债券 而我们知道美国是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的 这种行为将打破各地政府之间的财政边界 不符合整体运行体系 是不可能实施的 这又就是为什么国家队下场买房 最后变成了国家书面鼓励 各地方政府自行实施 可见我们理解了行为机制 就可以理解甚至预测政策方向 第三个行为方式也是非常重要的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新房销售 这是房地产市场的核心交易 二手房市场是为了支撑新房市场的发展而存在的 它起到引流的作用 这一点非常类似于A股的二级市场 是为了IPO融资服务的机制 地方政府这种看待新房和二手房市场的角度 不仅决定了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些政策 也可以帮助我们预见到 中国房地产触底的第二个条件 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说 过去曾经在多个城市大面积的发生过 新房价格低于二手房价格的 所谓倒挂现象 很多人认为这是地方政府 为了抑制炒房而做出的决策 实际上这相当于A股的折价配股融资 如果新股发行价格普遍高于二级市场价格 IPO和再融资都会面临困难 反过来看目前二手房价格跌跌不休 会极大影响地方政府发展房地产市场的积极性 通过刚才的分析 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房地产触底的条件 并不在于人口规模收入水平 甚至杠杆率 而要从地方政府的行为方式角度去看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 一个大幅下行的房地产市场 既不能创造收入反而带来了成本和责任 依靠政府或者钢需资金 在二手市场上接盘 重新推动二手房价格上涨 从而回复到过去的财政收入模式 既不可行 相关主体也缺乏动力 所以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能够稳定下来 也就是触底的前提条件 是首先要消除地方政府所面临的 潜在成本投入 麻烦和责任 在这个基础上 才有可能重新为地方政府 建立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这个新的财政收入来源 有可能继续依靠房地产 也有可能不再依靠房地产 也就是说中国房地产目前的首要目标 是打破现有的体系 清除麻烦的来源 这一点跟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也就不能套用 日本和美国房地产下行的过程 来预测中国房地产触底的条件 在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上 地方政府面临的两个主要管理成本来源 第一是私营房地产开发商 在房地产上行时期 私营房地产开发商帮助地方政府扩大收入 而在房地产下行时期 这些开发商任何形式的自救 都是与地方政府争夺利益 第二个管理成本来源是二手房市场 正如刚才我们说过的 二手房价格持续下跌 抑制着清房销售 而地方政府是不可能 也没有足够的财政资金 通过购买新房和二手房 重新推高房地产价格 回到原来的轨道上 这有点类似于一个 每年都要大比例增发配股融资的上市公司 期望通过回购 推高股票价格 再进行增发融资一样 既不符合逻辑 无法形成正循环 也不可能被市场所信服 让二手房市场不再阻碍 中国房地产新的体系的建立的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让它的交易量萎缩 这就如同中国的壁股市场一样 既然失去了融资引流的功能 最终的结局就是退出大众的视野 地方政府并不需要主动采取某种措施 去达成这两个处理的条件 而有可能只是自然反应 比如禁止公示二手房成交价格 锁定二手房挂牌价格 或者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等等 这些情况已经发生了 或者未来很大概率会发生 小结一下 只有这两个条件达成了 中国房地产市场才有可能稳定下来 中央和地方政府才有可能 重新建立新的体系 从投资的角度看 有些朋友看好 相关民营房地产开发商的股票 认为会出地反弹 二次起飞 不过既然是投资 就要至少梳理一下刚才说的逻辑 建立自己可以确认的认知框架 反过来沿用刚才的逻辑 一个可以确认的盈利方式 就是长期反复做空民营地产相关公司股票 具体的操作思路我们一会儿会说 在此之前 我们需要先把 为什么中国民营房地产开发商 一定会归零这个问题说清楚 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需求 决定了他们的卖地模式 那就是成片开发 持续供应土地 这也就决定了房地产商的开发和运营模式 即大规模高周转和高杠杆 以及频繁复制 这种模式在过去 是房地产开发商的利润来源 而在房地产金融炒作结束之后 只能带来亏损烂尾和崩盘 大盘模式并在全国复制 意味着薄利多销 而大盘和多销之间存在了根本的矛盾 特别是在金融炒作已经结束的背景下 几乎每个全国性的开发商 都面临去化率走低 并且极低的问题 所以房地产开发商目前所面临的困境 表面上看是杠杆率和负债率的问题 实际上是盈利能力差的问题 而这是由地方政府卖地方式所决定的 对于现有开发商已经取得的地块和项目来说 这是无法改变的 这就是为什么开发商爆雷的顺序是从大到小 而几乎所有跨省运营 和同时操作多个大型楼盘的开发商 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对于这些开发商来说 现在自救的核心就是去库存 而且是把过去传统模式下拿到的所有的项目 通过整体出售和建成出售房屋的方式清仓 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减少拿地 这个逻辑应该很容易理解 当一项产品面临全面滞销的时候 一方面降价或者想其他办法去库存 另一方面要减少生产 在这个过程中 即使开发商能够成功的降低负债率 它未来的基因规模也会极大的缩小 而通常去库存的过程是要经历很大的亏损的 这个过程是一个加杠杆的过程 很难全部偿还到期债务 不论哪种结果 这类开发商未来都面临规模坍塌的结局 从一个每年销售规模几千亿的公司 缩小到每年几十亿 利润只有几亿的规模 或者偿债危机反复上演 是难以支撑几百亿上千亿的市值的 那为什么一定是民营开发商呢 因为民营开发商跟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 是界限分明的 正如之前说的 地方政府要权衡收入和成本 也就是责任 在不创造收入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是不会单方面去承担责任的 实际上针对在港股上市的市值仍然较高的 数量已经不多的几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商 他们实际的资产和运营状况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们足不出户 可以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做个调查 通过与他们公开披露的信息进行对比 就可以理解他们股价虚高的原因和未来的走向 今天我们就以龙湖集团为例 先来看一下龙湖在大型项目上 是否存在烂尾的情况 这是从公开渠道找到的一个小的自媒体 在2024年5月19号上传的一个视频 只有11个观看量 应该不存在故意造假的情况 可信度较高 这个视频是围绕南宁市龙湖天街项目 所做的一个现场调查 我们简单播放一下 我们看到这个项目就商场也有住宅 我们看到这个项目位置在南宁清秀 这个项目是2021年底开盘销售的 按照龙湖集团官网提供的公开信息 这个项目是该集团2020年华南区域的签约榜第二 金额榜第四 该项目在多个房产网上的预计交付时间都是2023年底 而且网上信息显示 该项目在2023年1月份就已经封顶 我们看一下该项目在年报里是如何披露的 右边是2022年的年报 左边是2023年的年报 在2022年南宁清秀天街的预计 竣工时间是2026年11月 而到了2023年预计竣工时间就提前到了2024年的11月29日 根据刚才视频拍摄的时间5月份计算 从原本预计的2023年底交付 从2023年1月份封顶到一年半以后 施工进度变化不大 是存在2024年11月再次推迟交付的风险的 这个披露里面最重要的信息并不是预估的交付时间 而是龙湖集团持有该项目的权益比例 在2022年权益比例为51% 到2023年下降为49% 这2%的变化到底是为什么呢 针对存在一定困难的项目 把股权从绝对控股下降为不控股 是减轻财报影响的一种方式 但对于银行购房者和当地政府来说 主要开发商的责任是不会减轻的 再看一个位于更核心的二线城市 武汉市核心区的项目 视频是2024年6月24号上传的 类似于一个房产中介的媒体 先来看一下目前的建设进度 这个项目在年报里面的名字叫 滨江商务区TOD地块 在2022年预计竣工时间是2024年的6月 到2023年预计竣工时间就推迟到了2025年的3月 2022年已建成未出售面积是35,967平米 到2023年已竣工未出售面积是137,000多平米 通过对比地图和地址 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在房产中介的名称 是龙湖清能天药 在房天下有该项目的销售情况 它是从22年的5月29号就开始销售的 截至目前该项目仍然有很多的房子代售 总计大约1693套 这个数据来自于房产中介 应该不会夸大 可见这个项目既存在交付时间延迟的问题 也存在销售缓慢的问题 从百度地图上看 该项目位于长江边上 属于武汉市比较好的位置 应该说在龙湖集团所有的项目储备里面 这个项目应该是个比较好的代表 再看龙湖究竟有没有拖垮其他大型房企的 所谓旅游度假大盘 这是龙湖在连交所发布的公告 公司获得烟台阳马岛B地块 位于已经获取的AC地块中间 通过百度地图我们看到 这是烟台阳马岛 对面分别是AD块 B地块 CD块 其中AD块已经基本建成 CD块部分建成 分别有龙湖燕兰海岸 龙湖星海彼岸 龙湖月向海滩等 但仍然有很大的面积 待开发 B地块仍然控制 烟台的房地产市场 跟全国大多数城市 类似处在供大于求的状态 一篇在2024年6月6号 发表在36克的文章 说明了一些品牌房企 正在从一些三线城市退出 排第一位的就是烟台 具体到烟台不同区限的 房地产市场状态 有非常多的公开信息 感兴趣的可以多去了解 烟台B地块项目 已经纳入了2023年的年报 说明已经支付相关费用入账 总开发面积是73万平米 而AD块中的 菩提海湾项目 仍有12万多平米在开发中 这些都是销售难度 非常大的项目 不开发前期成本损失 开发的话 负债率会提高 后期损失可能更大 甚至拖累整个公司的运营 说到龙湖 自然还要了解一下 它的投资物业 主要是商场的运营情况 可能有的朋友已经了解到 中国上市公司持有的商场 所带来的租金收入 平均刚购建设商场投入的贷款利息 不太了解的朋友 可以参考我之前上传的视频 龙湖在年报里披露了 每个商场的出租率 如果不经常去实地考察 这个数字是很难查验的 不过我们挑选一个最低的比率 看看成都3000级天阶的 出租率是否准确 年报披露该商场 23年的出租率是77.7% 这是一位视频博主 在2023年9月上传的 关于龙湖3000这个商场 空扑率的情况 这是在一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二楼只有一个店开门 三四楼也基本上 处于关停的状态 这样的商场出租率 有可能达到77%吗 再来看一个比较优质的店 上海虹桥天阶 2023年的出租率是95.1% 这是一位视频博主 在2024年7月5号上传的 关于上海龙湖天阶 也就是虹桥站 龙湖天阶的运营情况 这里有一个大的空铺 这里两个空铺 还有一进门的两个主力店 也是空着的 分析的部分就这么多 下面我们看一下 如何从民营房地产开发商 股票上的获益 分享两个观察 第一个是100亿和1000亿市值的结局 对中国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来说 最终的结局 要么是1000亿市值以上 重新恢复健康发展 快速发展 要么最终下落到100亿市值左右 因为100亿是大众心理的底线 大家可以参考 现在还没有退市的 相关上市公司的情况 第二个观察是 类似于龙湖集团股票的走势 呈现了个下跌暴力反弹 下跌暴力反弹的特点 目前龙湖集团的总市值是 670亿港币左右 如果您认为 它未来的结局是1000亿市值以上 那么自然是暴力反弹以后 继续往上走 不过这里面需要提醒的是 从股价看起来 过去龙湖集团的市值 曾经达到五六千亿 其实我之前的视频里已经说过了 类似的股票每年都会增发股份 所以这个价格是稀释以后的结果 如果您认为 它未来的结局是100亿市值 那么自然是趁它每次暴力反弹的时候 做空 不论怎么样 通过交易类似 民营房地产卡发商的股票 可以对冲在国内持有房产 特别感谢各位会员朋友 是你们给我带来持续的动力 谢谢大家